三观不合的人是没必要争执的 就是你把一个人拉黑又拉出来 拉出来然后又拉黑 反复地做这些动作 到最后的结局就是 你很暴躁 他也很暴躁 然后结果你们两个人 就除了互掐的一种状态 没有很好的结局 那你有没有思考过说 为什么你拉黑了还要把它拉出来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问题是 拉黑有没有解决本质上的问题 其实都没有的 本质上的问题是你有病 为什么这么说 就像这是一块玉 它是一个冰种 然后上面已经满绿的这么一块玉 我认为它是一块宝石 它是一块非常漂亮的一个玉 但是你觉得它是一块大理石 那如果是这样的 咱俩就要开始争 它到底是一块美玉呢 还是一块大理石 因为这个还有可能 就是打得不可开交 到最后的时候也没有一个结果 就我仍然觉得它是一块美玉 你仍然觉得它是一个大理石 归根结底就是你有病 然后还有就是 我希望你能够意识到 三观不合的人是没必要争执的 每一次你跟三观不合的人争执的时候 你就记住一句话 我有病就可以了